大家好我们安安 我是电踏大叔 大家好我们大家好 我是雨林 欢迎收看本期桌玩抢先报 今天要介绍一款让你能够夺回地球主权的机甲动作RPG游戏 哇靠 地球怎么了 大叔 你从小有想要开钢弹或是超级机器人的梦想吗 当然有啊 这可是几乎我们那个年代的小男生共同的梦想 但我不想开钢弹 因为感觉机甲很薄很麻烦 那这款游戏就更适合你了 最近才有一部动画叫做《勇气爆发》 《勇气爆发》 你要登上的是某个《勇气爆雷》 诶 那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没错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百万顿级武藏W-Wired 是一款让你能够夺回地球主权的机甲动作RPG游戏 由Level 5公司开发和发行的 玩家可以自定义他们的巨型机器人Rox 配备各种部件和武器来对抗外星侵略者 除了基本的单人模式可以看故事跟挑战外星人外 当然也还可以在线上与其他玩家进行PVP 三对三的战斗或是合作模式 单开游戏画面让我想起以前我很入迷的电脑战机耶 就说你果然很想开机器人吼 那当然啊 这游戏在战斗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或合作元素呢 当然有啊 游戏中不仅有刺激的hack and slash元素 还有类似打宝游戏的技能术 可以培养出非常多类型的超级机器人 支援型的 巨剑型的 魔法型的 远距攻击型的 应有尽有 像是魔神Z 也就是无敌铁金刚 盖特机器人 以及最近还有Voltage 5 看来可以操作它大喊天空剑了呢 游戏在2024年4月24日已经正式发行了 目前也有不少热血玩家表示 游戏里的巨型机器人操作起来 打击感与回馈感都很好 但若是喜欢激战傭兵这种有厚实感 跟真实戏的感觉的机器人 可能就不是你会喜欢的感觉了 毕竟是超级机器人的游戏嘛 大叔你要不要简单说明一下 超级系跟你真系的意思啊 听到你一直提到这两个词诶 这两个词是从万代的 机器人大战系列座开始使用的词汇 意义上就如字面 超级系是指无论是在设定或能力 都非常超级 不太是我们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机体 换句话说 你真系就是比较可能在现实出现的咯 没错 如钢弹或是超时空药塞里面的 VF1这类 看起来只是科系超前一点现代 但很有可能做出来的 那超级系比较强吗 通常是啦 毕竟超级系器人很多输出全靠吼就行了 但也有很多你真系的机器人设定上 界限也很模糊啦 看来机器人动画跟作品也是一个大坑呢 很多要研究啊 百万顿级武藏WWIRED 看起来游戏的战斗是非常华丽且令人兴奋 我也很期待可以玩玩看这种类型的游戏 那就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加一 看看要不要看我们在周末玩什么的直播上玩咯